你说一个人他移民了国外,但他又觉得国外不好,他为什么不回国呢?对不对?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。现在一个常见的模式化的回答,就是说他入了美国籍了,对吧?这个回不了国了。或者有些人说他拿绿卡了,必须得待在美国,对不对?还有人说是什么呢?美国退籍要交一笔退籍税,你知道多贵吗?如果不是生活所迫,谁愿意继续待在美国,对吧? 今天咱就来扒一扒这个东西。我今天所引用的资料来自于两个地方,一边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政府网站来的资料,一方面是美国的国税局的资料。咱们看一看,美国籍退籍到底难不难?到底用不用交一大笔退籍税?恢复中国籍到底难不难?注意,我用的词是恢复。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,我念完了以后,大家自行判断。首先呢,我先告诉大家,确实是有退籍税这个东西,但是退籍税这个东西呢,很好玩,它是有门槛的。 你知道吧,退籍税不是大家想的,你退出美国籍,你就要交,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交这个税,适用于美国公民。 如果是绿卡的话,必须在过去15年内8年持有绿卡才行。 你要符合三个条件之间的一个,你才可以交税。 第一个条件,就是您至少得证明您拥有2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。 其次呢,您必须在过去5年内,平均的净所得税,超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指定数额。 到2020年为止呢,您的平均净缴税额在超过17.1万美元。 那那2022年的时候呢,这个数字是17.8万美元。 第三个条件,就是说,你自己在递交表格的时候,你自己不能证明你自己已经交了这些过去5年的这个净税额了,你才不能退级。 所以说,什么样的人退出美国国籍或者美国绿卡,他需要交这个所谓的契级税呢? 第一,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。 第二,你平均每年的净纳税额要超过17.8万美元。 大家想想,现在在网上说美国不好的这些,有哪一个能达到下列的这个标准啊? 是吧,哎,我不知道啊,我也不说,我估计吃低饱的比较多。 所以说,那您退出美国籍或者是取消美国绿卡呢,应该是无压力的。 而且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条件,如果你不是美国籍呢,你只是美国绿卡呢,那更容易了。 你得持有绿卡至少8年,你才需要申请这个。 其他的我估计直接把绿卡撕了就可以。 这个是一方面啊,所以说不要再给自己不愿意退出美国绿卡或者美国籍找借口。 有朋友可能就说了,那你这个说的不客观啊,那你退了美国籍,你不成无国籍人士了吗,对不对? 那你还得恢复中国籍啊,你知不知道中国籍全世界最难加入的国籍啊,对不对? 哎呀,我跟大家说啊,中国籍确实是全世界最难加入的这个国籍之一。 但是也有一个先决条件,那是对老外,很多人说你就是老外,你这个话说的不确切啊,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国籍法啊。 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于国籍都适用这么一个准则,对于规划入籍的跟原生入籍的是不一样的。 什么叫做规划入籍?你出生在中国,你本来是中国人啊,后来呢,你才来了美国啊,这个叫做规划入籍,明白吧? 就是你不是人家土生土长的人,虽然说你也入了人家国籍成了人家国家的人了,但你本质上你是有原出生国的,这个都在你护照上写着呢,知道吧? 即使你加入了美国籍,他也会写你原护照啊,这个包括咱中国也一样,知道吧? 你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恢复国籍又是另外一套做法。 比如说美国籍,你只要退出了,你再入就很难了,这个话说的对不对?对! 但是这是一个双标的说法,因为对于本来具有美国籍的人,在美国出生的人来讲,他恢复美国籍,他想什么时候恢复,就什么时候恢复。 咱们中国籍对于本来拥有中国籍,在中国出生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讲,恢复中国籍根本就不难。 下面呢,我想跟大家出示一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是怎么规定的。 这条条款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13条。 第13条白纸黑字的写着,曾经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,其实就是华人啊, 具有正当理由,可以申请恢复中国籍,被批准恢复中国籍,不得再保留外国籍。 这叫做正当理由啊,我告诉大家,什么叫做正当理由啊? 专门请调了我做律师的朋友,这个正当理由呢,指的就是比如说你的父母是中国人啊, 你的子女是中国人啊,你的配偶是中国人啊,或者是你在中国有这个固定的居所啊, 你在中国长期的工作生活啊,而且你曾经是中国人啊,这些都可以作为正当的理由啊。 然后申请材料呢,大家看很简单,外国护照复印件,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复印件, 啊,曾经拥有过中国国籍的相关证明,啊,受理机关认为与恢复国籍有关的其他材料, 这个呢,需要怎么弄,你自己准备,但一般来说呢,你是一个原生的中国国籍, 你准备一些你小时候的这些材料,你家人的这个信息啊,或者你配偶的信息也就行了, 那可能很多人说,那我没有怎么办,那不能够吧,你那么爱国不能全家都是外国人啊, 对吧,这个就很说不过去了啊,所以我个人认为啊,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啊, 是吧,然后办理的时候呢,你提交一个书面证明,提交这些相应的材料, 一个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表就可以了,申请费多少钱呢, 申请费只要50元,复籍证书要200块, 那我公毁国籍没有用啊,我还得恢复户口对不对,没有户口,这个寸步难行啊, 这个大家不要急啊,当你恢复了国籍以后呢,对不对,你要恢复户口, 你就恢复你,你就跑到你的原户籍所在地的那个市啊, 然后进行审批就行了,找哪个部门呢,找市乔办啊, 获得华侨回国居住证就可以了啊,是吧, 然后呢,你去你的原户籍的住校地啊,只要你符合以下的条件就可以了, 你在国内连续居住一定时间,有稳定的生活保障, 换而言之就是你得有收入啊,然后呢,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就行了, 然后出示你啊,这个自愿放弃啊,外国居留啊,声明书啊, 包括这些放弃契级的证明啊,出示你的旅行件啊, 护照这些都应该是你有的东西啊,当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你恢复户籍, 并同时恢复你的身份证,所以说这些都不难, 我帮大家梳理一下吧,简而言之就是说, 您在美国交退级税,这个基本上是扯, 因为基本上在现在在网上争论会交退级税的这帮人, 人家可能在美国有200万的房产也说不定,对吧, 一年给美国交17、8万美元的税也说不定, 但是你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, 你退出美国籍或者取消美国绿卡的时候啊, 才能交税,对吧,美国籍就不用说了, 美国绿卡你必须得拿够8年, 而且在过去的15年中你要有8年, 是美国绿卡才可以,不然的话您撕绿卡直接就行, 回国办理也特别简单,对不对, 你拿了美国的退级证明,是吧, 然后呢,具有正当的理由写一份申请书, 递交个申请材料就可以了, 你恢复了以后到原户籍注销地, 找当地的公安机关提交你的这些证明就可以办了, 所以说嘛,我就说你原生就是中国人的, 啊,就你要恢复国籍或者恢复户口, 非常的简单,千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, 说我恢复不了,啊,你恢复不了, 那是因为你不想恢复,我是呼吁大家爱国的, 而且我就算回来呢,我也明确说了,啊, 我在美国的这些身份啊什么的,啊, 我是不会放弃的,因为我的家还在那边, 父母还在那边,啊,咱是为了生活更方便,啊, 这个咱有一说一,但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不要再拿退级难, 回去难当借口,根本就不难, 对不对,你在美国能买几房, 你把美国的房子卖了, 美国又不存在卖房难的问题, 我就不信你把美国的房子卖了, 到中国买不起房吗, 也不要拿房子当借口, 也不要拿孩子当借口, 就是你不想, 根本就不难, 还有些人拿退级税当借口的, 你有那个资格吗, 说白了啊, 美国人这个意思很明白了, 富人, 你出去确实是有门槛的, 穷人您随便赶紧走, 别来了, 他就这个意思, 你知道吧,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美帝啊, 还是太坏了啊, 你看他弄的这些东西, 对不对, 所以我也就呼吁这些比较爱国的朋友们啊, 是吧, 就是你不用一失读成千古恨了, 这个张思定都帮你们汤明白了, 这个而且复制的全都是两国官方的材料, 大家可以直接就照着这个办理, 就没有问题, 很多人说那我现在回不了国, 对不对, 那机票这么贵我买不起, 是吧, 我还得回到当地的这个居民派出所才能办理, 那怎么办呢, 不要紧, 我帮你们打听过了, 不需要回国, 在中国的驻美国的领事馆就可以办理, 所以说以后谁再跟你说, 我想回国就是回不去, 就是这个退级税, 就是这个退不了, 就是这个恢复不了, 入级太难了, 那说的是没加入中国级的, 老外对于中国的原生的人来说, 你想恢复国籍很容易,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, 你是这个国家原生的人, 你哪怕入了外籍, 你想恢复这个国家的国籍, 非常的容易, 以后谁要再跟你说, 我其实是因为我交不了退级税, 我生活不得已, 你生活有什么不得已的, 你能在美国买起房子, 在中国买不起房子, 在美国能给美国交那么贵的税, 给中国交不了税, 说在美国交退级税, 您有那资格吗, 对不对, 说洛杉矶纽纽约房子贵的, 洛杉矶纽纽约, 就洛杉矶纽纽约, 能住200万美金以上房子, 华人有几个, 我就问问你, 就算您满足了这个条件, 您能满足那一年交18万美元, 17万8千美元税的那个条件吗, 您有那资格吗, 你偷了多少税, 漏了多少税,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, 所以说你这些朋友啊, 你退出美国籍, 美国人是不阻拦的, 千万不要把自己跟比尔盖茨这帮人同等, 就不一样, 真的不一样, 所以说你现在明白, 为什么这些人离言爱国了吧, 他为什么找这些借口了吗, 他就是忽悠那不懂行的人, 知道吧, 这规则等的人一眼就看明白了, 只是大家互相不揭穿, 不揭穿, 但今天有朋友问了, 我就说一下, 但是我还那句话, 我不针对任何人啊, 不针对任何人啊, 我就随便一说啊, 就是你们不要来找我麻烦啊, 我随便一说啊,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, 这个行吧, 这期就做到这儿, 以后什么有意思,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, 不针对任何人啊, 这期聊到这儿, 大家拜拜,